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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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听你们的对于《易经》、《风水》和宗教 有没有融合为一 这是很重要 我们不能偏执与一方 何况 我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 太广泛了 很广泛 所以我在里面休息室 听了你们的报告之后 我自己心里很安慰 刚才我们私讯处处长 原平法师工作室 报告说师傅 有开阔的同修 确实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还有空间 我们大家再接再厉 我们都是修行道场 的一份子 我们所学 所修的是为众生 灭度一切烦恼 我们和一般社会的 研究风水 研究疫经算命先生 我们的心态 我们绝对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信念 是慈悲洗手 是本着三部师 一个财师 一个法师 一个是无畏师 财师 一个人的事业 当他有疑惑了 那么你给他正确方向 也是财的部师 让众生减少失败 减少破财 这个你就是财师 非常非常坚定 有力的三部师之一 我为什么今天会开疫经大学 中华文化道童 中国五千年来 第一所疫经大学 尤其在这方面的 疫经风水武术这方面 都不敢开 所以我在民国72年 1月15日 开始用三块钱三元起家 为雇界有缘的人 指点方向 也一遍去了解 所以我发现 我们太多太多社会的坏习惯 一直在发生 所以我才像玉皇大帝 像台湾祖师 像观世音菩萨 像王产老祖 诸佛菩萨 花到一个大愿 就是要天下太平 要将中华文化道童 要谱传 让大家有缘的众生们 他们来接受这个法 接受这个法以后 能够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然后帮助他人 所以我这个愿意 发出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很忙 每天下午傍晚 就开始用意 为人解疑 一天一天都躲起来 让我更发现说 人的无名 人的烦恼 真的很可惜 很可惜 也很可怜 可怜的 就是 自以为 我今天学了 有什么 这个疫经 风水 算命 等等 还有宗教方面 就可以 为所欲为 这个我发现 很可惜 也很可怜 所以我决定 要将中华文化 疫经 风水 来谱传 再加上 就是有一些 修灵修的人 非常的多 修灵修来 心来专博所 身体没办法 到时候就用骗的 事实而为 让人心里 就非常的难过 家庭乱了 夫妻感情 分散了 兄弟气强 姐妹 分心 这个事情也很多 所以 老祖书孙 开示 一定要用 中华文化道统 疫经 和风水学 与宗教的正确观 来融为 应付 才不会 增加 社会 这个负担 所以我就 一一的按照老祖师尊 开示的 一步一脚印 的学道 行道 宏道 这样来 发现 我们越 越多的 善因缘来了 所以我才从 开始三块钱 普卦 然后 迈向 宗教的领域 发现 宗教的领域 是我们人 最尊贵的 是我们人 来世界上 是我们 序言 席源 和 结尾来生的 好一年 尤其 我们很多 在于 风水上的 疑惑 特别都多 有如刚才 你们 我们 讲师 提示一个问题 就今年 几害年 三煞 几害 三煞 三煞 就是 不能 上凉 几害 三煞 西 西 西 上凉 但是你不上凉 又不行 放在那边 很容易 糟蹋了 那你怎么办 那你上凉 一个方式 点点啊 来上凉 不要 举办什么 祭拜 拜拜 诵经 什么都不要 你就 按照一般的建筑 程序 你把它凉 上去了 你一直盖上去 这样就 可以了 祝福各位 各位 讯息班的闲事同修 你们未来 都是社会上 事龙工商 构建 建筑工程师 的大导师 所以这个正确的方向 我们不得不注意 曾经 有一位 我们的老信徒 那一年 刚好是贾子年 贾子年 孙子成 萨兰 刚好他的房子 祝兰向别 那 他就要上凉了 请一位 法师道士 跟他上凉 就开始 念经 祭拜 凉 按上去之后 发现不对 有一个因缘 人家介绍 就到五泉五街 那时候 我名字叫做精修院 那时候也 很没有出名 真没出名 那就 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他房子上凉之后 发现 在工程的建筑 非常奇奇怪怪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晚上睡觉 也梦到 有人跟他搓搓梁 搓掉 反正 什么无奇不有 所以他就 经过朋友介绍到五泉五街 静修院 来问我 我也不敢决定 这是对 与不对 因为我刚开始 在行道而已 72年行道 73年 这个问题就到 那 我就用普卦 就普卦 普卦 出来的结果 天地皮 六尤洞 天地皮 卯木 那么出来的卦象 就是 第五窑 第五窑是梁 乌梁 第五窑呢 白虎洞 神经 萨兰 神经洞来克斯窑 这是 天地皮卦 人家 虎洞 虎洞 现坑 所以 我就跟他写了 虎洞 现坑 天地不交 那时候我才知道 尚梁 就是天德 善良是天德 天地不焦 那就是不平安了 这位先生听我说 虎落现坑 老师啊 他那个工人 就从上面 两上掉下来了 摔死了 很不好 很不好的预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先生怎么会害他这样呢 我不是说先生害你 是你的福报 你的福德 不好 才会发生在你身上 你急着要盖 萨南 孙子神 萨南 那你就不能 房子就不要盖了 慢一年再来盖可以了 你没有房子可以住吗 他说有啦 我好好的 想一块地的 就 再盖起来 你没有请教地理师 没有啊 后来我就请教道士 他就来帮我送经 练经 老头 帮我秉秉 我秉秉不秉 这是三杀 所以 中教归宗教 修行归修行 风水归风水 易经归易经 但是 三个 易经 风水 宗教的庙法 是相互融合为一啊 所以我才正道 我说谢谢你啊 你这个正道让我 学道 学道我来正道 正道来宏道 然后呢 我可以将这一些 风水学上的疑惑 作为一个助我警惕 这个是这样来的 所以三杀年 你最好不要 有那个上凉的仪轨 上凉的手续 那你就直接 一般的工程 在建设建筑的时候 那你直接 盖上去就好了 但是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 三杀的 杀三 你 不管上凉不上凉 你都是 会有所 影响 所以 你遇到三杀年 最好 你不要 勉强 而且呢 你所遇到的信徒 死亡众生 善信大德 你们要跟他说 我所学的 叔父和王朝老祖 教我们三杀年 三杀 就是游离电 游离电波 它是 很乱的游离乱流的电波 所以你 盖房子一开始 一动图 到上梁 到要落成 都是充满的 很多很多的变数 所以在台湾呢 我后来 看了那么多的建设公司 他们只要赚钱 就不管他怎么样 就开始盖 开始大肆的宣传 把他卖光光 有的也卖不出去 弄到最后来倒闭 就是建设公司都倒闭了 他不理大家的安危 只知道 只知道 自己我要卖出去 一户有多少钱可以赚 他才不管 这样的建设公司 当然要倒闭 所以 有的建设公司 这样就违背了 天理 风水就是天理 违背了天理 当然要受到惩罚 有时候呢 我们作为 风水大师 指点人家 这个盖房子的 你一定要把风水学好 不要太勉强啊 祝福各位 残疾山 维新圣教 各位维新贤士 各位所望三知识 我们要买一栋房子 一定要注意 什么时候盖 什么时候动土 什么时候上凉 建设公司 是盈利单位 只要能 把它盖好起来 钱能拿到了 那就是功德一件 可是呢 我们买的人 住的人 往往呢 会很不平安 搬进去住了 百事不顺的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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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希望各位 我们的书讯班的同学们 你们要很注意 这个盖房子的年 月 日 它什么时候盖的 什么时候动土 什么时候上凉 因为你买了 要住一辈子 建设公司 它是做生意的 能马上做了 脱手了 能够把房子交给你了 就是功德一件 就功德无量 那么我们住的 我们的烦恼 那接在后面 由我们自己来承受 你也不能说建设公司 他们没有道德 那是你的福德 你没有福德 你就会碰上了 所以啊 我也在这里呼吁 我们所有的 真讲书 书讯班的闲事同修 你们这位要 牢牢记住 不为自己 来抹求平安 你也要为 你的善信大德朋友们 来抹求平安 曾经 我们一位 我们的信徒 他的儿子啊 就在台北中和 他买了一栋房子 他很高兴 很高兴 爸爸妈妈 很 把钱 这个 在早期的民国 七十四七十五年的时候 把他的积蓄 交给儿子 去买那一栋公寓 但是 这张图画出来 平面图画出来 我就感觉 有点怪怪的 我说你这栋房子 你去查看什么时候盖的 七十四年 九举三当 三杀在东方 那栋房子公寓呢 就坐东向西 我问他 你这栋房子 你要注意哦 要搬进去 你也要很小心 不然会有 父子 反目成仇 因为 还有 他儿子 以习户 会反目成仇 我就直接 跟这一位 许先生 和许夫人 我说你这栋房子 要进去 你要看日子 但是他儿子 是从事 现代科技的 很先进的头脑 他不相信 风水学 说他们是迷信 所以爸爸妈妈 很无口奈何了 那钱都交给儿子 去把房子付完 整个蛋要搬进去 他儿子说 爸爸妈妈 你不要来啦 我们房间都不大 没有地方可以让你睡 开始心里就不舒服来了 原来儿子 要搬进去 就是他的岳父岳母 也已经先 因后 所以要去那边住 他自己的爸爸妈妈 就没有办法去住 就心里很不是滋味 就来告诉我说 他儿子很不孝 怎么样不孝 媳妇也不孝 我早早不是告诉你 地雷父 挂上 指示起来 地雷父 就是要有呼吸缓目的事情 出来了啦 所以 这位许先生呢 他做雄心 从此之后 他就不去他的儿子 等到 他是死掉的时候 他也不去 他儿子的家 这个房子 因为 连山煞盖了 搬进去 也是月山煞 日晨 又没有看日子 所以弄成到最后来 三四年了 他儿子呢 就跟家里 断食 做来往 接着 就是他儿子 与媳妇呢 每天吵 每天吵 所以我们要用意 先占谱看看 一切的 以有为华 虽然是梦幻泡影 但是如露一如电 如露一如电 是游离的电荷 你不相信的话 你也要相信 你不离 还是你不了 所以 这一月他儿子呢 和媳妇 后来 也分散了 家里 也乱糟糟 做事业 也倒了 一塌糊涂 所以我们这许先生呢 和夫人呢 一面讲一面哭 老祖啊 老师啊 你为什么不滚了 讲明白一点 我跟你说第一 你的父子会反目了 第一 第一 他们夫妻会反目 第三 你会破财 一塌糊涂 暖糙糙 我已经讲很清楚了 为什么我没有讲 他这一位夫人 许夫人 姑娘说 老师啊 你画那个岛菜爷啊 豆芽菜啊 像这个地雷户 地雷户 祖水 自从 四摇 然后 如果用第五窯變成變掛水雷屯, 就呼氣反目,亂施無頭。 我就講得很清楚了,還有什麼不清楚呢? 所以,這位許先生說,哎呀,師父啊,命呀, 我們兩人主張就要老國婚了,老國婚你知道意思嗎? 老來會無依無靠,因為你搬進去一棟房子, 不好了,磁場亂掉了,你一住咧,你家裡就亂招招。 所以我們社會上好多好多同樣的問題的一大堆。 我希望我們所有私訊班的同修,你們未來都是法師, 你們把這玉京、風水的真理把它學好。 好,則是功德無量啊,祝無歸。 各位第二期資訊班的全市同學們, 你們的天命,是天給你們的命令。 所以你們是替天行道,代天尋守世間的一切善惡與佛福。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要自覺榮幸,要自覺上天的慈悲。 我們要感恩王產老祖,還有你們的祖先, 給你們大家一起有這個天命。 那麼你可以想一想,普天下那麼多的眾生, 偏偏偏只有各位我們幾百位的輸信班賢士同修呢。 這代表你們是替天行道,代天尋守。 曾經有一位信徒先生,他要投資一間發電蓄電池的工廠。 他聽到他朋友,親戚朋友,好高興喔。 好機會,大家有親戚關係,會賺錢。 所以修佛啊。 要他事先拿出兩千萬來, 收藏,做基礎投資。 那麼這位先生呢,回來跟老婆講。 老婆咧,就到了五前五街, 我們精修院,請示王產老祖。 那時候我都用譜掛,三元齊家譜掛。 這個掛一譜出來的掛咧,就是天山頓。 掛咧,就是天山頓。 nesia譜掛咧,就是天山頓 Notifico. 挂中無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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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生了是技術 我說某某人啊 這老祖所開示出來的掛像 已經挂中都沒有財 也沒有主生了 會破財 而且技術 主生了技術 技術有問題 不是所想的那麼好 所以啊 他就開始 心裡勾搭起來了 他問我說能不能投資 我已經說天山頓 天山頓 榮雲 畢日 你要做 蓄電時 你一定會 撩到七山頓平 他說 你三個六個而已 就要決定我的一生 我說隨便你啊 我三個圓 就知道你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 過去 過去 過去生沒有結善緣 這一生 也沒有種善得 來一生 就是要跑到山上去 過日子 天山頓 農雲畢日 嘛 所以這一位老闆 他回去了 就跟他的親戚朋友說 買呢 這個我沒有錢可以投資 而且你的技術都還沒有成熟 所以 我就沒有辦法投資了 剛好那一位朋友 親戚 也是很早的信徒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去請教那一位 大頭的張老師 他說 蛤 那大頭的喔 那說話很大 我頭很大顆 他說我大頭 說話很大 不懂啦 就是很準確啦 所以他的親戚 就回去囉 我們這些信徒 他也 就沒有 錢拿出來 過了 兩三個月 他這位信徒朋友呢 他的朋友呢 到處 港 求投資 怪怪的 錢 一點 都沒有應用上 所以他才 恍然 大悟 才來 五錢五街 姑娘說 老師 你的掛混准 我省了 兩千多萬 那 我以後 一定會報答你 報答王產老祖 我也就 學習 觀世音菩薩 謝老師那裡 他說 謝老師呢 他說 你花的願 我不蓋廟 所以錢我不要 我也 告訴周月先生呢 我五錢五街這個就好了 我也不蓋廟 所以你的錢 花願了 我也不要 所以他就發現 這個老師怎麼那麼奇怪 有個怪人啊 錢的就不要 所以這個是老祖師尊告訴我們 我們為眾生服務 是我們的責任和義務 沒有什麼功德可言 至於眾生有煩惱來求神 求佛 求大樓金鮮 求掛 你為他 很正確的普掛 好話 這寥寥分明 絕對 不可以 有所欺瞞 所以我 那時候呢 就開始來了 我等到說 有一天 我要買這塊地了 我告訴他說 某某某人啊 我這裡 要來國城 福古 這裡的 做道場 你有要發願 發心 來謝謝老祖嗎 他說沒有啊 我錢都了光光了 啦 了光光了 我問你為什麼了光光 我去問是 基東啦 基東 告訴他 那個人倒出啦 把他倒出啦 結果呢 一去不回啦 哈哈 那我笑一笑 就是他的福報 他的業力 的關係啊 所以以後你們 也會碰到 這種的眾生 像剛才 原品法師的笑聲和腦筋 笑一下 哈哈哈哈 那就是笑傲眾生 祝福各位 各位維新賢士 各位未來的法師 各位四方善諸士 本維新聖教 他的教義 就是以中華文化道童 義經 義經 就是如來在開口 我們修道者 代表眾生的心 代表 實惡大眾的心 曾經 我們搬來仙佛寺的時候 我們這裡有一棵樹 看得也蠻漂亮的 我就用意沾一個掛 所以這一棵樹的壽命 樹壽 有多少 掛沾出來 奇怪 怎麼再過三年 這一棵樹 就會枯萎 所以我就 漸漸地 靜靜地等待 看他怎麼死翹翹 就是 後來死翹翹呢 就是我們在建設的時候 那卡拉基 車子倒退 把這棵樹 錄一個燈燈 所以就死翹翹了 漸漸地枯萎了 所以易經掛 無論用在人 用在事 用在物 都寥寥分明 所以我們所有書信班的同修們 你們學藝 就等於學習如來開口 學習神佛在開口 也曾經有一位 也曾經有一位 他呢 在參加靈修的 團隊 靈修團隊 他來這裡建物室 那時候我們這一棟前樓傳堂還沒蓋 他來鼓吹我 要我去參加他們的修行團隊 說他們的禪學 非常的準 禪學 這個能夠讓他們發財 那我就開始譜一個掛了 我參加他們的禪學 這個會呢 極凶如何 那出來就怪 這火連事後 火連 是 柯 知葵掛 動二搖 致雲 行 又 鼻起 四搖 而且呢 以文化盲目 这济神 济神化精神 来克思瑶 我跟他 这刘先生 我说你要注意 你会肉包子打狗 那些人家听不懂了 你就以为神来讲话 胡说八道 所以 这位刘先生 他不以为难 他就回去了 告诉他的老师 说我去找一位张老师 他说我们怎么样 我不好 他说哎呀你们那张老师 什么一点都不懂 那你就 好好在这里修 就在路骨 在那边好好修就好了 过了一年多 这位刘先生 愁眠苦脸 来到这里 我们那时候正在 要千和残堂 这块地 这个要再施工了 他才告诉我说 老师啊我去都被骗 被骗了 我所有的财产都骗光了 哇你做很正常啊 挂上 就是火雷是 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硬摇 视为木 木 木来克 土 所以这个百无 百无 四处 所以又化尽神 你最少要 撩两八 哪个多的撩两轻 老师不止了 两千五的 你的挂怎么那么准啊 这不是我的挂 是王山老祖 所开示的 胡锡市族 七千多年的文化 留下来 我一点 没有保留 我一一的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给你做一个参考 你当时 你就是再下去了 我再怎么讲 你也 回不头来 有许那说 两千多万 我们买这块地 五甲地 一千两百五十万 还有在建设 我都很省出简用的 在建设 寒基山宣佛寺 所以你学艺 凡事要接瞻 用艺可以立人 和立天 尤其你用艺 你可以保护你自己的家 保护你自己的心 保护你一生 所以王山老祖 还开始说 一般的社会大众 很简单 都希望被骗 骗一骗 你才过眼 你们有被骗吗 有没有 你们的这学会 讲议会 你们没有 我没有跟你们说 讲议会 所以我没有骗你们 你如果要骗 我也很高兴 所以老祖开述我们 我们绝对不要 学不当的话 来骗人 你骗人 你会换因果 造罪业 你的子女 祖祖孙孙 要替你来承受 承担 这个果报 月报 这就是不慈悲了啦 所以我一再交代各位同修们 把《易经》修好 学好 你可以历人又历天 你即是天道的使者 也是王产老祖的圣孙 法孙 和法孙 祝福各位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护持播